今天要熟習一下不同的環境 我們今天有三個人在現場 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阿清 我是Yvonne 我是Coco 大家可能有點新面孔 不是我們之前平時的同事 我們今天就由Coco和Yvonne兩位 實習同學來主持今晚的節目 我們節目名是今晚不睡著大人 輕鬆十點 我們今晚是星期三 我們會說一些和女士有興趣的話題 但不知為何 近幾集都是和吃東西有關 大家很需要吃東西去放鬆心情 就不太介意自己的提從 不要緊的 我們也是想在現在生活緊張 很多潛到未明 很多煩惱的情況下 讓大家可以輕鬆一下 如果透過吃東西 可以是一個輕鬆的方法 我覺得大家都很值得一試 很簡單可以做到 我們除了星期三晚有女士的節目 我們現在星期一至五 都有不同的主題 星期一晚有廣東歌 這個就是一個可能 好像Coco和Yvonne這麼年紀輕的朋友 就未必聽過那些歌 但是我一直都可以了解一下 當認識一下香港的廣東歌的文化 其實就很多東西值得去看 還有可以和現在有一個比對 星期二晚就講波 老實說我有興趣就不太大 可以推介給你們的男性朋友 或者有家人的媽媽 星期四我們有學意大利文 其實這個節目就是 教意大利人講廣東話 但是其實如果你自己看 你也可以學到不少 做一些簡單的對話的意大利文 然後星期五就是講 又是一些比較古老的東西 就是講這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的漫畫 我們不是故意懷舊的 不過那個年代的漫畫 是真的非常好 我們也可以這兩晚 大家就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上去Youtube 去訂閱我們生命工場的頻道 名字就在下面這個紫色的包 好了 我們就講一下今晚的題目之前 讓兩位同學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是做些什麼 好啊 大家好 我們是生命工場的10集同學 我是Yvonne 我是Coco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脆怪零食 今天這些零食 我們這四樣 這四樣 這四樣 就會在我們店鋪設備 發現的 其他大部分都是在D超市買到的 至於這三罐野飲 就在一些坊間的零食店買的 首先我們不如說一下 我們最期待哪一樣零食 好啊 我最期待就是D超市買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北海道的焦糖軟糖 好 讓大家看一下焦糖軟糖先 這個是我自己最期待啦 第二期待的呢 就是這個 心永出的 哎呀 掉了 哎呀 這個心永出的bake 芝士蛋糕 這個都聽過啦 網上聽過都很熱啦 我自己就沒試過 所以就想這次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試吃的結果啦 好 那Goku 你最期待哪一樣呢 我最期待就是有兩樣的 首先是這一樣 這個是炸豬扒片 這樣的 這個我也很期待 因為真的太奇怪了 對 因為平時好像豬扒是要煮完才吃 但是它這個是即食的 對 我們故意呢 因為正回我們脆怪零食這個題 所以買的 對 還有一樣呢就是這個pizza 這個 即食pizza 對 這個是雪乳pizza來的 對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都是D超市買回來的 對 對 很期待這兩樣 嗯 那我們就不如事不宜遲啦 我們先試一下 我們在懷舊市場裡面的零食 試一下這個 哨子糖 這個哨子糖就可以吹出聲 下面那個就是一個玩具來的 好啦我們就試一下 這個是汽水味的 是可樂汽水味 可樂味的哨子糖 那我們就先試一下 我們常常說這些是維舊量食 OK 不過包裝就這樣 好了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的 我們要不要先拆了個玩具 吃著拆 吃著拆 我們吃著拆 試一下吹不吹到 先試一下 它是軟軟的 嘩 你這麼小嗎 不行了 因為它很快就碎了 很快就碎了 不要緊 我吹不早 我也是運氣 你看看我吹不吹到 也是運氣 可能不是一顆吹到 這個 這個是 絲纖來的 旺色的 這個是不是一隻 你覺得是恐龍 還是什麼 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是 楊桃的 還是很靈敏 還是什麼之類的 嗯 是不是很靈敏 應該是很靈敏 應該是 我吹到這個盒 我吹到這個盒 我已經融掉了 這麼快 是 你先試一下 你還沒融掉了 你還沒融掉了 吹不到 我們試這個 好 好 我們先試一下 先試這個盒 吃了它 做什麼 有可能說 要封住口才吹到 封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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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住口怎麼吹到 我先看看 你的意思是嘴巴的兩邊 你要這樣 喔 所以我是 你的舌頭頂著吹 你還沒融嗎 我正在融 但還沒吃完 不要緊 我們試另一隻 還是你想試多勒嗎 還是試多勒 要不要試多勒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我們來到下一個了 就是這個 百花灰蜜箭 大家先看看 它的圖案是非常懷舊的 對 我們當時就是被這個包裝吸引到 對 它寫著 黃毛寬陶 它這個是一個很懷舊的包裝 是一個澳門的百年老店出的物店 以前聽聞 聽聞阿清說 是類似家應子的東西 我們兩個都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對 我們現在試一下 你們開的時候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看看它的樣子 它類似家應子的樣子 送中藥那種 其實它的 材料就是 放了 不幸 對 它是不幸 我們看看 它是一盒裡有一粒 我們現在就剪開來試一下 是 原來這間銅益百花灰的店 它已經最近有新的裝備 這個 有 很多年前去澳門的時候 就去過它 原先的店 沒問題 OK 好 還有另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可能大家少見一點 在澳門就會買得到 就是精神薑 但我們今天沒得試 因為沒有去澳門 是有點酸酸 塗得甜甜酸酸的 我個人就不算很喜歡這種味 因為我可能不太喜歡蒜 跟家應子有什麼不同 這個很久之前吃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味 家應子是有核的 對 對 這個 我覺得它有一點酒味 其實 它有一點酒味 對 我覺得它有一點酒味 喝一口水 不過這個包裝很特別 剛才我們為什麼會選這種零食 都是因為它的包裝圖案 對 因為沒見過 而且看過包裝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因為它的包裝其實沒有描述 因為它沒有描述 它叫做潘濤 我就很好奇 我就問阿清 到底什麼是潘濤呢 原來是一個家應子 對 第三樣我們試的呢 我們試一下這個 都是我們restore的機智豆 阿田出品的機智豆 其實這個呢 好像現在在超市還可以找到 嗯 現在超市還有 但是我們小時候 都有吃過那些機智豆 它是一個巧克力麥蒸糖 我們又試一下 看到有多 我印象中它的包裝 就是我小時候就不是這樣的 真的 但是其實樣子是怎樣 我就不記得了 哦 我記得我小時候吃 它好像有不同的圖案 就是它呢 好像有什麼聖誕樹 然後 總之它有很多很小的圖案 就是不是這樣圓圈 我第一次吃就是這個包裝 但是挺好吃的 我挺喜歡的 我小時候也會買來吃 我意思是 它的糖不是圓圓的 我覺得是有圓圓的 是嗎 我沒有拍過 我真的沒有拍過 但是挺好吃的 它是麥蒸糖 機智豆 歐亞田出品 其實這個呢 我們還沒集到一個很脆怪的 它是一個 都是歐亞田出品的 它是叫做 珍珠軟糖 它在軟糖裡面有珍珠 同時那個軟糖是歐亞田味 可惜我們沒有買到 如果買到我們也想試一下 嗯 這個我還記得 原本那種味道 都是好吃的 嗯 好 然後第四個我們會試的 就是這個膠紙糖 這個膠紙糖 也是我小時候會吃的零食 它是士多啤梨味 對 我小學的時候 我看過有辣妹味 還有可樂味 會吃到舌頭變色 對 這個挺有趣 是酸酸甜甜黏黏 記得印象中的味道 我們現在又試一下 因為它是一卷卷的 所以我們叫它做膠紙糖 我們給觀眾看看 它是一卷的 我們是拆它出來看看 是一卷的 咦 它的盡頭 是 找不到這個盡頭 一卷 酸酸甜甜的糖 我們每人剪一下 這個盡頭 這個醬頭在這裡 你想要多還是少 我怕酸的 你先試一下 我怕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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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這麼少 我覺得不算酸 我很喜歡這個 它甜多 我反而覺得它甜 它酸完之後會變甜 很黏 是酸甜甜甜甜 是酸甜甜甜甜甜 但我覺得算是酸甜甜甜甜甜甜的味道 是 可以 然後放進去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就試完 我們在restore找回來的 滑舊市場找回來的四量零食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試一下 嘩 這兩樣都是很期待 先試這個 這個是北海道的焦糖糖 那我們現在就試這個 我對它期望非常之高 希望它都不要令我失望 是在D超市買的 這個是軟糖 對 是軟糖 我吃過這個系列 先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的 小小 我覺得它包得很漂亮 也很有誠意 對 我也覺得 先拿過 阿昇也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好吃 我對它很有期望 我拿著傳到你了 試試 嗯 它有 比起焦糖有另一種味 但我沒想到是什麼味 好像橙味 是不是橙味呢 嗯 我覺得有點橙味 這個 很有趣 橙花那種味 嗯 不是很覺得是焦糖 對 應該是美焦糖 但我們買的時候它看著焦糖 對 它一個方面都是看著焦糖 嗯 我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我不算很喜歡吃橙味的東西 而且沒有什麼焦糖味 嗯 就質感是OK的 有點韌 而且我覺得都比較甜 但它甜的那種又不是焦糖的甜 這個也很黏 嗯 我們試吃的程序 真的不要試這些那麼黏 哈哈 大家都很期待熱氣 我們做這些東西放進去 這些 嗯 我們都很期待 因為很多都是日本版 在香港很少看到 不如你開著另一隻 因為我還蠻有筋 哈哈 哈哈 大家喝了這個時間 我們就順便看看 即將會試吃的東西 不要遮蓋 這個就是義氣的一日 這個是 炸魷魚 我們先蒸挑食 這個是Donkey出品 我們說了D超市的真名 哈哈哈哈 這個是意外意外 是D超市的出品 大家也很喜歡 D超市 另外一個 都很夜 這個就是蒸蛋 相當期待 是 那個豬扒 朱扒 朱扒片 可以是一個零食的包裝 好 我吃得差不多 好 那我們又試一下這個 這個也是很期待 希望它不會令我失望 像剛才那個糖一樣 這個是森永出的bake 最近都很Hit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 之前有吃過的鹿蠟味嗎 有吃過的綠茶味 我覺得不錯 這麼大塊 為什麼 不是 它裡面是一個小塊 是蛋糕嗎 我覺得它有點像蛋糕的質感 對上一次吃 如果記憶沒有混亂 它是這樣的 好像挺漂亮的 好像是很香 我聞到芝士味嗎 我還沒聞到 不是你版的芝士蛋糕 我覺得隔著螢幕也聞到 這個真心 它是烤芝士味 因為你看到它有點焦焦的那種感覺 是啊 好 那個隔著 好 那個隔著 它摸下去是 不是好像蛋糕 它好像是 嘩 是怎樣 放進口就立刻溶了 這個 它有芝士 但它是很濃的芝士 我喜歡這芝士 它是一點點甜的芝士 它裡面有一層是脆脆的 我覺得這塊是很有層次 而且它的味道很濃 我覺得喜歡吃芝士的人 應該覺得很好吃 那你會不會買呢 之後 我會呀 我覺得這個是好吃的 而且相對它的價錢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 好像是十幾元 二十元左右 這算不錯 阿青你也吃了一塊 這個真的挺好吃 吃芝士就很好吃 我想說 我還沒吃過 我還沒吃過 這個我覺得不錯 不錯 很濃的芝士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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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和它一起的 嗯 不錯啊 好像也是在吃芝士 是 它有芝士蛋糕的風力 有一點奇餅起的感覺 是啊 好吃 我覺得這個 我個人推薦 我作為零食好好推薦 好 然後到這個 D超市出品的 這個是炸魷魚 我和Coco都對它很有興趣 這個是辣的味道 但其實它有其他味道 它有不辣的 我們就試一下 這個好不好吃 希望這個不要辣到 對 這個真的 我也怕辣到我 因為它的包裝好像比較辣 它沒有大塊 它是這樣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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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塊 它很大塊 它是這樣的 一塊 一包裡面有五塊 它是 硬的 我怕我太辣 我才試一下 你說不辣 你這個是不是辣 等一下 它的辣味味 這個對 這個對 我覺得不是很辣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鹹 是鹹 比較鹹 可能有魚的也是這樣 我想我不吃完整塊 我怕吃完整塊會很辣 我反而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我想繼續吃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你看節目的中途已經再有可能 對這個 非常好吃 真的推薦 有人留言說 芝士這個可以放進焗爐 焗爐 對 會更好吃 但是剛才一放進口就融 不知道融入焗爐 10秒就已經開始融 如果真的融了就 我不知道 有可能 我覺得只吃都好吃 還是可以試一下焗爐 可能我在家裡會試一下焗爐 嗯 多謝你的提議 嗯 不知道再試一下另一個 現在是Toco吃東西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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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你很期待的炸豬扒 對 好 大家很想你們吃脆的食物 吃到有些小吃 因為那個麵很收音 對 看看 不如你們剪 我覺得我要買一買手 哦 上羅茲甲 是不是 你的手會有 是網櫃得上來 Thanks 好 如果大家這幾集青春三 這幾集都在看 我們跟吃東西有關 所以今天也會試吃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我們試的 都不妨我們下星期可以幫你們試吃 我們上一集就吃了這個 炸鍋做的食物 再前一集就吃榴槤 好 那我煎開了 這個炸豬扒片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我也很期待它的樣子 它原來是這樣 也挺像吉列豬扒 對 它有吉列豬扒的感覺 好像魚柳的魚柳 也是 也是的 但是它很好吃 它有炸豬扒的味道 你聞一下 對 它有炸豬扒的味道 你剪一點給我 因為我覺得我吃不到一整塊 那我剪一半 好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哇 挺硬的 這部分相當硬 摺了水 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硬 比較硬 不知道 嗯 像不像魚 它是 極之有吃吉列豬扒飯的感覺 是有的 我覺得它是 但是我覺得是麵粉 就是豬扒的炸醬 我覺得有點炸魚的感覺 像魚多的 對 味道就是豬扒飯的感覺 是很韌的 是奇怪的 對 因為它也挺脆 很奇怪 是 看到肚餓的朋友 你現在不能下街買 哈哈 唯有下次再去D超市店買 哈哈 是 對 是 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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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